这是我们七家军的独家美食 第一道是太平蛋 太平蛋 对 我们打仗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菜做的太平蛋了 这道菜采用刚下来不超过三天的鸡蛋 纹火炸至表面金黄 再入于冰糖酱油调味 煮之入味 它是有一个寓意 太平蛋就是能保我们太平 平平安安 所以叫太平蛋 太平蛋 我们就靠着吃这个 才打了一路的胜仗 第二个是糟羹 糟羹 哪个 这个是糟羹 这是糟羹 哦 这个 这算是一道甜品吧 这甜呢 这道菜是当年在临海 滔煮成战役中 冰凉短缺时候 所创造出来的一道菜 将粮食磨成粉 对成水熬成糊状 添加当地特产的瓜果野菜 切成小块 熬制成羹 本来是一食救急所用 没想到香甜可口 让人吃后回味无尽 真的 太美好了 好菜好菜 第三道是石铜饼 石铜饼 对 石铜饼 为什么叫石铜饼 这个问题问得好 想当年我在临海抗窝的时候 当时台州的百姓 为了感谢我们 做了很多菜 但我们还需要赶路 不方便携带 于是一位聪明的瑜伽女 就拿来饼 把菜裹起来 给将士们带走食用 所以此饼 象征着百姓 对我七家军的爱护和感谢 就是这个 第四道菜 是七家饺子 是当地人民 为了体恤我们兵营里的士兵 多为南方义务人士 吃不惯北方的粗粮 而发明的一种食物 清香可口 是当地款待客人 必备之佳肴 第五道 是山楂安梨 酸甜口 养生又开胃 看着都流口水 第六道 是板栗烧鸡 味道真的棒 棒棒的 你们每个人选一道菜 仔细选啊 选了以后拿走吗 仔细选 这样子下面的事情有关 咱们选完一道 可以摆在前面吗 对 放在自己面前 好 你们已经选定离手 每个人选了 自己喜欢吃的饭 我开始公布 咱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咱们七家军一向纪律严明 驻守长城的第二条铁律 就是食不严 吃饭也要安静 时刻警惕 以防敌军偷袭 刚才已经各自挑选了自己的餐 现在就要自食其果